Hello,大家好,我是小黎越南姑娘 带你去真正了解越南生活 今天呢,小黎想来这里 跟大家聊一聊一些别人一起问小黎的一些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些问题小黎是无法回答 我后台每一天的私信都特别多 一个一个回复,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工作量 完全没有收费 只是帮助大家一个心态来去做这些事情 很多朋友都希望可以跟我视频跃运 我不是不如今,就是真的是太浪费时间了 大家提出的问题,我还是尽量去回答 但是在这里呢,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大家想问我的问题,请大家把文字的方式发给我 这样呢,方便我在有空的时候我就回复大家 希望大家能理解一下 但是有人说打字太费劲了,太累了 那请你在不累的时候你再打字发给我都没关系的 讲一下大家一直问我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无法回答的 之前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关于这几天 我们有去做时尚的,帮助别人的 那在这里呢,首先我要感谢大家 感谢我们所有的粉丝 感谢好心的人,已经跟我一起想帮助 平常的人,帮助有条件,困难的人 那在这里特别感谢大家 我前面有一个视频就是 担心妈妈带两个孩子 大家可以找回这里看一下 通过这个视频呢,我也是介绍到一些粉丝来帮助 妈妈去带孩子去看病的 从今天开始呢,我就不介绍帮助他们的 因为他们的所有的费用我已经是准备好了 那这几天我已经在联系他们的 再安排在下一个礼拜 他们就会去儿童医院在新港那边检查 如果是问题不大在新港能解决的话 那我们会在那边安排给小朋友 他住宾 到时候呢,我们的会有视频分享给大家 了解一下 所以呢,现在关于他们的生活呢 我已经都有计划,都有安排了 包括他们的费用 所有的已经都准备好了 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好心的 后来的人才看那个视频呢 请大家不用再去帮助我 我再不介绍了 但是如果大家有好心想帮助其他人的 大家再可以联系我 因为呢,我们也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困难的人 其实呢,通过几期视频做时尚的 我也有看到有一些粉丝他们留言的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呢,苦人太多 我们拍不完 其实我知道大家都是好心的人 但是呢,如果是我们一直觉得呢 苦人太多,那我们做不完 那我们没必要去做 那么连他们连一个人 帮忙他们也是没有的 所以我的思想是很简单的 能帮一个人就帮一个人 有能力多帮一个人也是好事的 所以啊,希望大家对我有信任的 我们主要每一个人付出那么一点点 那别人会有更好的生活 好,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大家想帮助单亲妈妈带孩子的 那么可能是有一些大家给他们的费用呢 我只会给他们安排去带小朋友去治疗 然后会安排给他们一些求从不求急 因为大家也知道,有一些人我们一直给钱的话呢 就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那么后来他们的安排我都会有计划了 希望大家相信 然后剩下的费用呢 往后我们还去帮助其他人的 这个小李先跟大家说明 希望大家会能理解这个 好,那现在我们也来聊一聊我们小李一直被别人问的一些问题 当时小李觉得这些问题是无法答的 我想来越难,但是我怕我来越难了 我不适应了怎么办 那这个问题呢 啊,我觉得你先访问自己 有哪一些问题你害怕 是安全方面 医疗保险 还是语言方面的 大家先访问想一想 然后你再看一下那些问题你自己能不能去克服它 特别是一些打算一个人来这边生活 来这边做生意 以及来娶老婆 适不适应这个问题啊 不应该问我 就是要问你自己的 我适应,别人适应 不一定你能适应 但是你觉得问题 不一定是别人的问题 所以呢,如果是你想来这里啊 或者来其他地方都是一样的 提前了解一下 看看自己能不能克服这些问题 觉得OK,那你就来 既然越南生活不是你向往的地方啊 为什么要逼着自己来这里呢 如果是你想到这个地方 你觉得舒服 在这个地方有充满的喜欢 那么这个地方合适你 经常有人问我啊,越南安全吗 那我想想问你 你那个地方安全吗 你那个城市,你那个国家安全吗 我觉得我们这里的安全性 跟其他城市也是差不多的 刚才的新闻天天都是有的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 还是过自己安眠的生活 人多的地方总会有啊 不好的人 有或有好的人都是一样的 有那么多的人都来我们越南生活 那肯定他们也是提前了解了 不然如果说这边真的是没那么安全 那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 你可以去网上查一下 有多少海外的人 在留在我们越南现在的 总觉得可以是委屈话吧 你来这里是来生活 不是来玩命的 但是也是很多的 但是也是很多时候会被坑 没骗,没讲 是外国人还是我们当地人 都会总会遇到的 但是我个人是没有遇到 如果是这些事情在发生 在你的身上太多事的话 那我觉得自己也是有自己的问题 也有人问我在越南生病怎么样 那你要想一想我们越南当地人生病了怎么样 我们这边的医疗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可以查看在我现在的疫情 死亡的人在我们越南还是很少 肯定是大家出国 包括去旅游做生意 还是长期住养老 医疗的问题大家肯定是关心的 那么生病了要去医院 有钱的我们就私立医院 他们服务会好一点 没有钱的我们就去公立医院的 但是去医院的肯定会花钱的 但是我觉得哈来这边了 不是就一来了不能回去的 如果是你觉得这边那个医疗不好的话呢 一张机票就可以回去了 这个太简单了 所以不要担心 我们能在这边生活一生 为什么你不能来这边 那么也很多朋友联系我 问我这边有什么好做生意的 可以想跟我合作的 如果是我知道这边做什么能发财的话 那我是第一个就冲动去做了 包括你现在身边的朋友 你是兄弟姐妹不一定能合适做生意的 加上我们只是在网络交往的朋友 所以说你想做生意啊 任何生意了 大小都一样的 想成功的话呢 首先你要自身来这边了解 有一些东西呢 你在网上看的跟实在的 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这个我是没有什么建议的 你想做什么 首先你要做好准备再继续做吧 没有那么简单 你肯定是不好做的 最多的问题 问我现在想在越南买房 是可不可以的 大家可以在我们这边买商品房 就是这种房能卖给外国人的 不用权利是50年 怎么才能买呢 要你有来过越南的天真 那你可以啊下一步走来 是很简单的 对吧 最后的问题 最近我在脸书看 很多网友会一直问 我想来越南娶老婆 我要准备多少钱 越南那边的娶老婆要什么办法 我在这里呢 是当地人 真的是想跟大家 有这个想法 真的想跟大家说一下 婚姻这个问题呢 没那么简单 千万别通过中介公司 如果是你真的要来这边 找一个爱人 跟你过一辈子的话呢 你不用问多少钱 多少钱不是问题的 当然是有钱 要有经济要稳定 那你来这边呢 第一 你要在这边了解这边的生活 那你遇到了 那你们两个人就 慢慢了解吧 不要通过任何的介绍 突然是到时候会发生问题的 因为我在网络也看 经常是有越南女生 嫁到台湾那边就跑掉 跑掉是有缘令的 肯定是那个时候 她也是通过别人介绍的 然后怎么说呢 说在那边的老公 经济很好啊 你不用做那个那样这样的 但是后来才发现 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美 加上啊 语言不同 而且也没有 完全没有通过 实践两个人去互相了解 所以跑道是有缘令的 是真心劝你们的 不用听别人介绍 特别是花钱去找中介公司 在这里小李也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不会跟任何人合作 这个做跨国婚姻的 好吧 今天的视频简单想跟大家聊取趣 我们还是有很多机会 可以跟大家聊的 好 喜欢小驴的视频 大家也让得跟小驴点赞分享 没有订阅的朋友 大家可以帮小驴订阅一下 我们在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 拜拜